大家好,我是Celin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班穿什么 我们公司对于着装上其实没有太大的束缚了 所以我平时也比较随心一点 但是每周一因为要开部门例会 大Boss也要参加 所以我就会选择格温西装这个单品 看起来就比较正式一点 尤其对于现在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了 穿一件格温的西装 无论是配牛仔裤还是通勤装都非常的合适 基本上牛仔裤与格温西装可以毫不费力的就穿出时尚感 有时候呢我也会在里边搭配裙子 追求娘妈平衡一下 今天里边选择了袖子处有特殊设计的白T 这个白T的可塑性简直太强了 几乎可以搭配我所有的裙子和裤子 下班后和朋友出去吃饭 脱掉外套立刻就会变得随心又自然 星期二呢因为和客户有约 所以为了避免太休闲 我出门选择了一件微领的衬衣 搭配过西裙 真似衬衣的垂坠感高 所以看起来质感很好 修身的剪裁也比较显瘦 胸口故意褶皱的设计算是小胸妹子的福音了 脖子处衔接的设计更为的知性优雅 还带了点小心感 非常能展现十足的女人味了 裙子没有选择A字裙是为了避免太职业太死板的印象 反而选择了一个偏复古的优衣裤的白色长裙 很百搭 我觉得这个裙子唯一的缺点就是棉质的裙子 做久了会比较容易皱 包包呢我选择了Cloid的这款马鞍包 其实第一次见它就被它金属的圆环吸引了 我还蛮喜欢它这种马亭形状的手柄的 而且它这种皮质也比较的耐磨 不会像我有些其他的包包一样很娇气 每次出门带回来都会有几道伤痕 终于来到了周三 熬过了这天周末还会远吗 所以我的心情一般都是极好的 今天呢就穿了一身亮亮的紫色 18年的流行色紫漆东来嘛 紫色的搭配建议我觉得是和它同色系 或者是深浅不同的各种紫色啊 粉紫色啊会含有火花 上衣的袖子处是细成蝴蝶结的设计 显得手腕很细 裤子呢是高腰的设计 应该说超高腰的设计 显腿长没错了 鞋子是不规则的圆根 我觉得还是蛮有设计感的 我个人也很喜欢 搭配了一个白色的包包 看起来比较知性 超级适合上班啦 周四有些降温 所以我又套上了大衣 巴黎的鬼天气其实到了五月底 我还是可以穿这种大衣的 这款蓝色的大衣 可以说是这个春天我买的最满意的一款了 即使是皮肤有一点黑的妹子也可以驾驭 再搭配一双尖头的高跟鞋 知性优雅的气质就会油然而生了 我不太喜欢全身有太多的颜色 所以说按照我的惯例就搭配了白色的紧身长裤和白色的衬衣 唯一的亮点应该算得上就是衬衣领口的复古宫廷风吧 最心心念念的周五终于来了 因为下班约好了和朋友一起去看歌剧 作为一个伟文艺青年的我 穿了一条特别有设计感的不对称的长裙 这个裙子的用料是比较偏厚实的 所以它的垂坠感很强 不容易打皱 一边无袖设计 一边荷叶袖的设计 看起来气场满满的两米三 高腰线的细带配上高开叉的设计 让你的小腿若隐若现 看上去走过带风的那种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周穿搭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 然后帮我点个赞 我们下周见啦